中世前当家花旦,稀有气质美女称号的资深女星宋刚玲,今年已66岁,消失在台湾电视圈长达15年,她在2006年被控涉嫌诈欺200万未还,2008年台北地检署侦办多时英旅传不到才发现宋刚玲早已潜逃出警,随即对她发布15年通缉,期限刚好就在今年。 1984年,宋刚玲出道很早,1974年获电影《谷顶红颜》演出机会,但之后演出大多为小角色。 资深电视人透露,直到1978年,制作人周游愁拍中视八点当《烽火儿女情》,找上宋刚玲单刚药角一炮儿红,她也以此剧获得当年中国文艺奖章最佳女演员奖。 1985年,宋刚玲在电视剧《夕阳山外山》,千情都有极为吃虫演出《风里大街小巷》,她在剧中时而柔弱,时而深情精湛演技,掳获无数观众喜爱,在八十年代可说是台湾电视圈当红女星。 宋刚临婚后淡出荧幕,后来弃影从商并离婚,转投入服装设计、化妆品业,并担任环保生技公司负责人,当时自称在台湾、日本、中国等地都有事业,曾获妇女创业楷模奖表扬,2005年更在府人大学宗教系进修,宣称重温当学圣滋味,不会回演艺圈。 当时一席商场人女强人的谈话及打扮,曾被媒体大作文章,90后对她的印象都已经不深了,但她的美貌与她的作品,却能让看过的人都深有印象。 20世纪50年代,一个粉嘟嘟的女鹰匠生在台湾花莲一个书香门底,她的父亲叫宋成书,是一名军官,母亲是北京人,宋刚临是宋成书的第二个女儿,父亲见她生了娇嫩,想起诗经, 小雅如山如腹,如刚如灵,取其祝福之意给女儿取名宋刚临。 宋刚临家中三姐妹,从小纠属她生的美貌,是那种走到哪儿都会吸引别人目光的美。 在她高中毕业后,姐姐宋彩央把她的照片寄到了中央电影公司,很快对方就来联系她,宋刚临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踏入了演艺圈的大门。 她进入演员训练班,那一届只打算留三个苗子,毫无意外,宋刚临就是其中之一。 她进入娱乐圈那年18岁,屏幕上最红的女明星是20岁的林青霞,宋刚临一点也不怀疑自己将会是下一个红星。 1974年,宋刚临参演电影《古顶红颜》,和林青霞一出道就是女主角不同,宋刚临只得到了很边缘的小角色。 台湾娱乐业刚刚起步,只有三个电视台,项目也不多,各种流程也不规范。 宋刚临算是好人家出生的女儿,她在其中颇有些格格不入。 整整三年时间,她都处于工作很不稳定的状态,什么歌厅秀,工地秀她不去跑,正规的电影角色落到她头上的很少。 林青霞一年主演十部电影,她一部也没有,1978年,很沮丧的宋刚临已经22岁了,按照传统,是一个女生该嫁人的年纪了。 这谁,她突然因为一部烽火而女情大爆。 戏外,她也认识了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富二代。 这个富二代虽然是回来承袭家族企业复兴之一,但她一上位就拿下了青年创业楷模的称号,她叫蔡昭伦,这个仪表堂堂,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身上没有一点顽固子弟的作风。 她一门心思为企业改革,忙得脚步点地,两个人在聚会上相识,虽然都忙于事业却始终牵挂对方。 1979年,蔡昭伦向宋刚玲求婚,蔡昭伦的事业前景广阔,宋刚玲的心图也是一片坦荡,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结婚,只能是因为相爱,可惜,相爱容易相处难。 刚刚结婚的时候,蔡昭伦对宋刚玲呵护备质,她想做的一切事情,她都全力支持。 宋刚玲从小就对服装设计有兴趣,又正好嫁了服装公司老板,磕睡遇到了枕头,双方都觉得很合拍,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,好像一切都很顺利。 所以,宋刚玲很快生下一儿一女,儿女双全,完成任务,她又对影视制作产生了兴趣,蔡昭伦也支持她放手去做。 他们的婚姻观很先进,认为两个人处于不同的行业,彼此可以有新的理念和进步来吸引对方,这是婚姻保鲜的秘诀。 于是,宋刚玲婚后的身份更加多元,她是影视公司老板,服装设计师,而且她仍然对表演保持热爱。 人生路前半段走的一场顺利的宋刚玲其实特别单纯,她一直都不知道,先生蔡昭伦的公司一度风雨飘摇,她接手时账面上一片赤字,同时老陈还一个个接连出走。 宋刚玲一心扑在自己的生意上,乌州美国到处飞,俨然是一妇女强人的样子,和她合作过的寇世勋形容她不苟言笑。 1990年,宋刚玲出演中式版《天龙八部》,她一人分饰三角,演了《王雨嫣》又演了《李秋水》,还有《孟姑》。 她硬生生地平半相演出了两个人的效果。 这年,宋刚玲已经34岁,观众为她的演技和美貌拍手叫好的时候,也是她的婚姻走向末路的时候。 离婚后,宋刚玲选择返回校园,她去念了宗教系,还学瑜伽,看得出来她受到伤害的心灵急需指引。 可于,她积极地投入服装设计工作,还开始涉足化妆品行业,获得妇女创业楷模奖。 再次出现在公开场合的宋刚玲通身都是失业女性的气质。 民风保守的台媒大作文章,将她塑造成一个抛家弃子的形象。 可是这些对于宋刚玲来说没什么? 真正伤害她的是她的亲妹妹,宋刚玲有姐妹三人,当年进入娱乐圈都是因为姐姐一时兴起寄出的照片,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她后来的人生。 宋刚玲对姐妹非常照顾,她把妹妹留在身边做事,将所有资产交给妹妹管理,妹妹手里有她的印章签字。 她从没担心过,却没料到家贼男房,宋淑玲借由替她处理财务之便,多次冒用宋刚玲的名义向银行借贷,侵吞投资款金额高达六百多万。 直到银行向她催缴,宋刚玲才得知事实,无奈之下只得数度对簿公堂。 宋刚玲只得将妹妹宋淑玲告上法庭,两姐妹多次对簿公堂。 尽管最后姊妹俩达成和解,但妹妹宋淑玲依偎造文书罪还是判刑一年,缓刑三年。 这件事令宋刚玲身受打击,言语间尽是大车大悟。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,过去的我,两只眼睛从不曾张开仔细地看过这世界。 朋友说我不知人间疾苦,不懂得体谅,现在天主给我学习的机会,要我把眼睛张开,用自己受苦, 体谅别人的苦,也没什么不对。 宋刚玲心灰意冷,带着儿女远赴美国。 2009年,宋刚玲最后一部戏的搭档秦峰在社媒爆料,宋刚玲被通缉。 退出演艺圈后,宋刚玲转为精明直销与服事业,创立美丽世界生化科技公司, 并曾在2000年获得妇女创业楷模奖。 但之后公司经营不善,于2002年结束了业务。 根据姐姐宋采样的说法,大妹宋刚玲公司倒闭的原因是, 内部股东之间理念与企图的互不相同,互相撤肘, 再加上原料完全从法国进口,成本高昂等因素,让公司经营运行困难。 最后在所有股东都同意之下,才选择结业。 鉴于自己高中毕业后,糊里糊涂就进入演艺界。 宋刚玲在结束经商后,选择弥补无法继续学业的遗憾, 便进入辅仁大学就读神学院。 2007年,她以优异成绩毕业,并获得学位。 而这段时间她儿子也在美国完成学业进入职场, 并希望母亲移居美国好能就近照顾。 于是宋刚玲拿到大学证书后就搬到美国定居, 继续修写以绘画艺术为主的课程, 并沉浸在艺术的创作中。 哪知道她平静规律的生活,会被一则爆炸性新闻打破。 2008年底,销声匿迹的宋刚玲突然被台北地检署提起长达15年的通缉。 连长期报道她的资深记者陈念慈闻讯不胜唏嘘, 她的折损是在脱离前夫与义,失去保护伞后所面临的人情冷暖。 根据媒体报道,宋刚玲在2001年借贷500万成立美好医生公司, 并以增资为理由,成功说服一位名叫陈奎宇的男子投资200万新台币。 结果,该公司并没有实际营运,宋刚玲也不见人影。 作为股东的陈奎宇,财前去报案控告宋刚玲诈骗, 而检方查出宋刚玲将200万从美好医生转汇到美丽世界名下账户后, 便领走现金钱往美国。 而且,这两家公司登记成立后,根本都没有实际营运过, 只是个空壳公司,因此才认为宋刚玲确实已投资知名吸金, 涉嫌诈欺,于是,台北低检署在2008年12月15日对他发布通缉, 通缉时效长达15年。 2011年,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宋刚玲, 还是有人通知他才知道被通缉一事。 于是,时隔三年他才通过岳阳电话访问, 第一次亲自针对案件做出澄清声明。 他的姐姐宋彩阳更是愤慨不已, 列出五大理由质疑陈奎宇的动机不纯, 并认为她是欺负妹妹宋刚玲曾是电视明星, 企图想要碰瓷,直到现在, 这件事的结果还没有新闻报道, 但可以肯定,这样一位曾经有理想, 有追求,具有企图心的现代女性, 在接连遭逢离婚,丧亲, 金钱感情被欺骗的挫折后, 早已疲惫不堪。 正如他在2011年, 接受媒体采访所说, 在美国的日子很平静, 很单纯,我想这也许才是适合我的生活, 一个人可能要经历多种人生的不如意, 才能体会平淡的珍贵。